温良公俭让之俭 中华文化的传统美德 如果用现代俗语说出来 勤劳 节俭 负责任 那就是简单的这些东西 家庭过日子 那这个就很重要 那我们动不动就拿来说 两个人到底合不合适啊 要看生活中过日子是柴米油盐浆素茶 一些生活琐碎 这是琐碎的一方面 那同时呢 生活的经济收入 也是必须要考虑的 那么收入只分两个 一个进一个出 又无非是开源和节流吗 那有人说 开源很重要 这是你想赚大钱 你靠省 是省不下来多少 那但是 你如果是一个人 能赚又能花 花钱是很快的 你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你还有人说自己不会花钱呢 那当然了他也不知道怎么花 没地方消费 但是 你只要让他知道 那 如果这个窟窿一漏了 你再怎么填它是装不满的 装多少漏多少 那个时间的问题 所以节俭如果用来过日子 是很重要的 尤其女性呢 你再怎么说 现在女性也能工作 能搭数据在那摆着 70%的是男人赚的 70%是女人花的 那所以 增加娶媳妇 你说 大多数给女人花钱的还是 那女人呢 就照顾好家就好了 但是照顾好家就有方法 一个女人很会过的 那 占了一半 那性价 还有一半呢 你就是 你省下了这些东西 不是让你在那放着 你该用的时候要用啊 要舍得给家 用啊 用的对地方啊 这个就是掌财务大权的状态 说都给你钱了 拿着不用 我就看着越来越高 早晚出灾还不说 那你 这不是一个负责的 管钱的人吗 让他管就摆下了 你该用不用 列色鬼 我就爱钱 我看 越来越高兴 你讲难听的 神经病吗 是念色鬼吗 所以又延伸了一下 那回来 就是说这个节奖 我们用东西 吃东西 不光是钱 这个物财物嘛 吃的也叫物 食物 处处 你不需要那么多的 现在人 都是普账浪费 很少有节奸的 你说 你说你怎么这么有福报 那是一辈一辈 节奸 到你这 你觉得好像够多了 我不怎么用奸了 实际上你是在消耗祖宗的福报 很多人不考虑这个 想不到 所以到头来老百姓就是一句话 你这个人会过日子 大多数只节奖 大多数只节奖